HELLO 各位香港的朋友 歡迎來到我們台灣勤農豐收美食節 這次上的菜呢 是採茶飯 主要是鐵觀音煙燻的雞腿 還有鐵觀音紅茶 滷的豆干 還有包紅茶做的醬汁 煙燻蛋的醬汁 所以我們今天整碗 全部都是跟茶有關係的 大家來品嘗 首先呢 我們拿了我們台灣最優質的雞腿肉 來呈現給我們香港的朋友 還有一個就是在台灣才有吃到的麵輪 平常我們麵輪的朋友要小心 因為它是會噴汁的 是超大的包裝 口感呢 就像是有彈性的日式補皮一樣 好吃的 由於是台灣道米做主題 所以全部攤位都是賣各式各樣的飯 這個飯是由很多種菇 再加竹筍菜店等 那個口感是很豐富 在口中 索索索索索索索的 農場自家醃製的泡菜 再加山豬肉做的香腸 配烏龍茶茶葉蛋 至於這間店員說 他們的蔬菜是跟台灣農民直接購買 豬肉獲得台灣的安全認證 飲品方面 蝶豆花最美 紅茶的樣子普通 但喝起來有股蜜香和花香 最新奇應該是秋葵汁 完全沒有加糖 是很健康的味道 底下就是秋葵的散散 我覺得這個 要是你很喜歡它的健康感 要是你完全接受不到 喝不到的東西 現場捐30元 就可以選我剛才說過的食物一份 和飲品一杯 環保的自備餐具 又夠早過去 就可以額外得到台灣水果 可以在現場參加農村廚房 學做農村古早味小食 三款食物 三個不同時間 紫米飯糰 起司南瓜蛋 綠豆糕 現場還有打卡位 讓你裝農民 還有台灣農莊民宿旅遊資訊 合理黃廣場 台灣青龍風秋美食節正式開幕